我们回到台湾顾问团 今天和这大辩论的一个现场 我们谈论到的是呢 能源政策对产业的影响 今天进行深度专访 现场请到两位董事长 一位是台内董事长孤承允 一位是风新钢铁董事长林明如 两位董事长刚才我们来聊到 现在在讨论反核甚至废核 但是怎么样能够兼顾 经济跟民生的一个发展 这是两位董事长 在前一段讨论当中 非常关注的一个议题 那么讲到企业的一个发展 当然有些相关社会责任 企业的运作创造了就业的机会 带来经济产值 人民在这里能够经济的一个生活 大家有工作做 能够养家活口 这是一个连串的食物链的一个反应 但是在社会提到 所谓的企业责任的部分 讲到店价我们刚才也聊到 那么店价部分这个时候 或许这几年大家非常关注 核能到底该不该继续 为我们来发电的同时 就去看到台电的亏损 所以涨了店价 但涨了店价大家纷纷不平 因为贵了之后 我为什么要负担这样的一个成本 但重点是这也看到了里头 原来我们所有企业使用的 所谓的工业用电的一个部分的店价 比我们所谓民生的店价还要便宜 画面上带大家来看到 是来自于台电最新结算 去年101年的一个用电的状况 在这里我们来看到 去年因为有调涨店价状况 所以有两笔的几个店价 调涨前的民生用电 家庭用电是所谓的住宅用电 一度电两块七毛六 工业用电两块三毛六 整整差了有四毛之多 调整过后稍微拉近了一点 因为调幅不一样了 但是还是有差距 这一差距的状况 我们赶快为大家来算一算 工业用电的部分 占了整个发电比的用电 是54.9% 那么里头的这两毛钱 左右的价差一年下来 差价有218亿元 这218亿元的钱 哪里来呢 当然是所谓大众 所有的纳税义务人 你缴的钱 必须把这个差价给补足补进去 所以林董事长给您来请教 风心钢铁 钢铁业 也是一个耗能的产业 但是说钢铁业是一个基础的工业 台湾要发展 经济发展 这样的产业它必须存在 但是我们看到这样的工业用电 这样的一个电价 您觉得这个电价合理吗 这个电价 工业用电 比民生用电还要便宜 这个是全世界皆然 就是说每一个国家 它会重视产业的发展 产业的竞争能力 所以它会用比较低点的价格 到现在为止 例如美国这样的高发展国家 也会如此吗 那电价的话 我这边刚好有带台湾电力公司 2012年的一个电价的比价表 其实台湾的电价 我们比韩国2.39也 2.39 加拿大2.49 中国大陆2.53 泰国2.54 中华民国是2.56 那日本没有错 日本的电价5.91 那其实台湾 台湾的企业的竞争能力 最主要的要看中国大陆 韩国日本 那其实只有日本 是比台湾还要贵 那整个中国大陆韩国 其实比台湾还要便宜 那美国其实也跟 跟我们这边相仿 那这个台湾2.5 那平均售价是2.7 盐的这个售价 你想想光从2.6盐调到2.7 调整个10个percent 大家都哗哗叫了 台湾的产业 这几年来 这几年来 我们想说 刚讲到大家负担电价的成本 刚讲到 我们去年调整这样一个幅度 大家就哗哗叫 但是今年也要告诉大家 电价如果再不调整的话 其实对台电公司的经营状况 当然会带来很大的一个负担 那经济状况不好 为什么要全民承担 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那这个问题 希望台电赶快给我们答案 这个也是大家都非常在乎的部分 那今天讲到 我们刚刚讲到 林董事长是钢铁业 那么古董事长 林是水泥业 也是所谓的台湾的 五大耗能产业之一 那刚讲到工业用电价格 相对便宜了 那耗能产业在台湾的一个 经济发展过程当中 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那么在现在已经 半入21世纪的 现在的时候 这个刚有点到了 董事长说到 补助补贴政策 全世界截然 对 那这个部分 您觉得在台湾的政策 跟经济发展的一个 继续要发展的过程当中 还要继续这样走 还是说他应该拿得到 什么样的比例 才叫公平 我个人的看法是这样子 这个 如果台湾要继续 在经济上面 或者整个社会 能够继续的往上成长 它必须增加它的 整个产品的 这个附加价值 那再下来呢 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虽然身为企业主 我觉得 这个台电应该适当的 去反映它的店价 那 那这个 相对的 这个企业主应该是 用最大的诚意 跟最大的 这个 这个用心 去 节能减排 或者是 针对于热能 本身的这个消耗 能够继续的往下下降 以台泥为例的话 我们所有的水泥场里面 都有所谓 预热发点 所以它的尾气 是不用的 我们也协助处理 这个 废弃物 像废溶剂 里面事实上还有能量 我们取代燃料 我们可以提供自己 三分之一以上的 自己的用电 甚至有些地方 我们还可以卖电 那再下来 我们也在 比如说探补桌上面 我们现在也开始投资 这个 甚至所谓的 这一般的这个 这个 鱼热发电之后 我们还现在在想做 叫做低温 这个 这个发电 一直是把那个 用电的这个 或者是 用能源的那个效益 一直往上提升 所以 如果 如果 大家都能够 一方面就是节约 潮的节约 然后提高自己 用电的效益 另外一个 就是整个社会 能够不断的 把自己的 附加价值提升 我不觉得 社会 我们应该 一直留在一个 低电价 然后用低 低廉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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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品的附加价值 去做那种 低价值 的竞争 那 企业也一样 我们这样子的 不断的提升 是把我们自己的 管理也好 把我们自己的 竞争力 不断的提升 因为 我们只要是 在这个过程中间 能够节约 这些能源 能够提升 我们的效益 我们的成本就下降了 是 我们到其他地方 就可以赢了 所以事实上 就是 是长期的补贴 跟不去做 这个能源价值链 跟产品价值链的提升 我觉得 这永远没有办法 达到一个平衡 所以这一个 所谓食物链循环 其实大家要同步来提升的话 其实不是不可能 对 所以在这里 我们讲 处于一个 使用一个低能源 低价格的能源 这对于人民来讲 或许荷包花的钱少 但是它到底 是不是国家竞争力 跟经济发展 必须的过程当中 永远停留在这里 这或许也是一个 观众朋友 可以来思考的一个问题 如果我们常常 拿德国来讲 德国要飞核家园 马上就在2022年 要完全的一个飞核 但重点是 电价的一个高昂部分 我们在节目当中 也不断的在探讨 他们有高的GDP的成长 或许这样电价 他们负担得起 但是其实很多 德国朋友 传回来讯息也是挨挨脚 真的是非常之成本之重 但这个过程 台湾要如何达到 它需要一点时间吗 那么今天想要两位老板 都是所谓 我们刚刚讲到耗能产业 那么耗能产业要怎么样 在这里所谓的社会责任 所谓的提升 刚才董事长也提到了 很多的一个能源的再利用 或是废弃的再利用 在这里就能够达到 自己家里也能够节能减碳 所以我们也要带大家来看到 所谓的一个耗能产业 在台湾我们占掉 多少的用电比例 到底在这里头 又在所谓相对的 补贴政策当中 又给了多少的 这样的一个补贴 而这个补贴的政策 何时能够做一些调整 刚刚林董事长你也提到说 好嘛 那这个有些基础的产业 基础工业必须要做发展 那么现在电价的部分 去年第一阶段 涨电价就停下来 因为实在反应太激烈 于是现在第二度的一个涨价 是今年的十月份 那经济部也给了一个最新 最新台电给了最新的 一个电价的一个计算模式 接下来所谓的电价 浮动电价 一年调一次 一季调一次 两岸要直接来并程 到底要怎么做 目前还要在今年 来继续的一个拍板 还要再继续涨电价 您觉得就企业来讲 应该承担到 什么样的电价比例 配合提升整个国家的竞争力 人民又应该怎么样来承担 一定的电价的提升 对不起 我要先跳开这个问题 先谈一下 什么叫做耗能产业 我想 我想 常常钢铁业 石化业都会变成都会被受批评 说高污染高耗能 其实我们大家要了解就是说 你本身每一个人家庭 每一个人都要用钢铁 每一个人都要用汽油 每一个人都要用石化产品 你这个国家 你这个老百姓 你自己要这些东西 你就必须要自己生产 不要以为说 我们都从国外进口 台湾的三大产业 一个是电子业跟电力业 一个是钢铁业 一个是石化业 这三大产业 占所有制造业的产值的70% 所以我要特别在这个腾签一下 常常石化业 钢铁业 会遭受莫须有的 不是说莫须有 常常会被做指责